1992年7月31号 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上空 弥漫着大雾 离驾空客A310 在进入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的时候 因为大雾天气 驾驶员迟迟看不清楚跑道 为了保险起见 飞行员拉起飞机准备重飞一下 没想到在重飞的过程中 飞机的近地警报却突然响起 就在正副机场一头雾水的时候 前面突然出现一座高山 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 飞机就撞了上去 巨大的冲击力 让飞机瞬间变成了碎片 为什么飞机前面会突然出现一座高山 造成这起空难事故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下面让我们一起探索 泰航311号航班坠毁事件的真相 欢迎来到胡思乱想 一个专注于分享优质好故事的地方 1992年7月31号 泰国航空311号航班 从泰国曼谷起飞 飞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 机场一共搭载了113名乘客 飞机一路正常飞行 很快就来到了加德满都 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的上空 这个机场位于喜马拉雅山附近 所以每个到这里的驾驶员都会格外小心 311号航班上的驾驶员也一样 在抵达了机场上空之后 副驾驶员通过无线电联系塔台 申请下降高度进行降落 为了避开机场北面的高山 机场申请在南边的2号跑道进行降落 然而没过几分钟 机长却接到了塔台的工作人员指示 说机场内部下大雨 能见度很低 为了保险起见 工作人员要求311号航班 在20号跑道上进行降落 可是机长在看了20号跑道的近地图之后 果断的放弃降落 选择改降到附近的加尔哥达机场 因为20号跑道逼近山区 降落难度太大 但就在机长准备飞离机场的时候 地面工作人员又突然传来 地面天气转情 可以降落在2号跑道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 喜马拉雅山7月份属于季风型天气 所以此时天气多变 喜怒无常 不过此时311航班 已经错过了最佳降落时机 于是机长决定绕飞一圈后 再进行降落 副机长则开始重新设置绕飞导航点 辅助机长进行降落 结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飞机始终无法锁定新的导航点 就在调试期间 飞机的禁地警报突然响了起来 还没等机长搞明白情况 311航班就静止地撞上了 喜马拉雅山脉追回 很快地面的工作人员就发现了 311号航班失联 并且立刻通知了上机 尼泊尔政府得知后 立刻派出了搜查队进行搜索 因为特里布万国际机场的 二号跑道需要从南边进入 所以搜查队就前往南边 去搜索失联的飞机 大家都知道 雷达波是无法穿透山脉的 而加德满都的特里布万机场附近 又全是高山 所以这里并没有配备 实时的雷达系统 因为配备了也没有太大用途 空管员也只能根据 驾驶员汇报的信息 大体判断飞机的位置 至于飞机失联的具体位置 他们也不清楚 他们只知道 当时311号航班准备掉头 往南绕一圈 然后重新进入机场降落 接着 空管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在311号航班降落前 机长曾经提到 飞机发生了技术故障 但没过一会儿 又说故障解除了 很快负责救援的小队传来了消息 说有居民在机场北面 3350米的山峰上面 发现了航班的飞机残骸 这让调查员百思不得其解 飞机为什么会出现在机场的北面呢 要知道 那里的山峰最高高度 可以达到6100多米 凡是降落在加德满都的飞机 都是从高度较低的南部 进入机场降落的 随后调查员前往坠机现场 寻找幸存者 但遗憾的是 机上113名人员全部遇难 接着搜救队把飞机的残骸收集起来 运到山下 黑匣子也送到了相关部门提取数据 同一时间 另一组调查员根据空管员的说法 开始翻阅311号航班的维修记录 看看飞机起飞前 都维修过哪些地方 果然 调查员在维修记录里面发现 飞机在起飞的前一天 飞机负责给导航系统供电的一个短路器坏掉了 虽然及时维修好了 但是调查员还是对这部分零件进行了检查 不过由于飞机撞击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 所以很多电路板都已经被烧焦了 这让调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 不过就在这时 调查员收到了实验室发来的驾驶舱录音 他们立刻开始仔细聆听 希望能够找到飞机坠毁的线索 录音的前半部分一点问题都没有 直到机长询问副机长 改将到加尔格达机场需要多少油量的时候 副机长答飞所问的说道 飞机上的油量飞到曼谷都够了 这个回答似乎让机长有点不开心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驾驶舱里的气氛就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后来不知道为什么 机长直接抢了副机长跟地面通讯的工作 自己直接开始跟地面工作人员询问天气情况 很明显这个做法是不合规定的 而机长汇报的故障 其实是机翼禁翼无法正确打开 这也说明机械故障其实跟短路器没有关系 紧接着就是机长跟空管员说 要右转绕行一周再次降落的声音 然而这个过程中 副机长无法正确输入导航点 这让机长着实有点不耐烦 接着就是飞机响起禁地警报 机长表示这是误报警不用理睬 然而没过几分钟飞机就撞上了山体追回 根据录音的内容来看 机长当时确实是操纵飞机往南飞 远离北部山区 但却不知道为什么飞机会撞上北面的山体 这让调查员们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调查员又开始从两名机长的背景入手 开始调查 但从各项资料来看 这两名飞行员的资料都没有任何问题 于是调查工作再次陷入了僵局 好在这个时候实验室把飞行记录送到了调查员手里 这下他们可以根据数据得出航班的飞行轨迹 从而得知飞机为什么会飞到北边去 跟311号航班的实际飞行轨迹进行对比 结果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 他们发现311号航班并没有按照标准的导航点进行飞行 而是转了整整一圈 然后朝着北边的高山直直地飞了过去 随后调查员来到模拟飞行室 严格的按照录音情况开始模拟飞机当时的飞行情况 结果调查员显示 事发前机长的工作还真的是非常忙 一边跟地面的空管员进行联系 一边驾驶着飞机 同时还要兼顾着绕圈重新飞行的路线 很明显这么多的工作让机长手忙脚乱分了心 导致飞机右转完成该修正航线的时候 把修正航线的旋钮扭过头了 就这样311号航班转了整整一圈以后 开始朝着机场北边飞去 现在调查员弄清楚了 飞机为什么会飞到北边了 但此时副机长在输入导航点的时候 是应该能够及时发现这个问题的 但为什么副机长没有及时提醒机长呢 很快调查员就发现 空客A310的驾驶舱显示器上面 并没有明确的东西南北标记 只有密密麻麻的数字 而人在没有指南针标记的情况下 都会下意识的认为自己的方向感是正确的 而当时两个机长都认为飞机的方向并没有错 只是输入的导航点有问题而已 也正是这种想法 让311号航班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个时候调查员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算驾驶员不知道飞机的飞行方向 难道塔台的空管员还能不知道吗 空管员为什么没有及时提醒两位机长呢 接着调查员从录音中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当时空管员对机长传回来的飞机位置信息 确实有所疑问 开始反复确认 谁知道当时机长极其不耐烦 而且态度特别不好 这一下把年轻的塔台工作人员给吓着了 导致空管员也没敢多问 就这样 311号航班在一片大雾中正直的撞上了北面的喜马拉雅山脉 实行到这里 飞机坠毁的原因已经完全浮出了水面 因为机长对副机长的不满意和不信任 所以自己大包大揽 把所有的工作都自己干 导致自己手忙脚乱操作失误 从而造成了这次空难事件 事后国际航空组织要求加德满都机场安装最新的雷达系统 同时也呼吁所有机长 希望他们能够完全信任自己的副机长 从而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那么问题来了 小伙伴们觉得这次空难事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OK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再次感谢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我是小胡 我们下期见